受到中共肺炎疫情的冲击 目前包括德国、美国等等 都在鼓励企业离开中国 一些中国企业虽然复工了 但是却发现没有订单可以做 网络上流传了一支影片 一名穿着黑色大衣的男子 用大锤子用力的砸机器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一位民众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各地的微小企业停产 破产及砸机器的事情确实存在 一些企业主已经无力承受贷款 房贷、房租以及员工的工资 所以出现了一些比较极端的行为